屏東縣東港安太醫院 三號上午才發生火警 結果沒過多久 中正路一段緊鄰醫院旁的巨型招牌 竟然也被強風吹垮 把底下停放的轎車砸個稀巴爛 巨型招牌高度十幾公尺 就這麼硬生生砸中路邊停放的灰色轎車 燈箱的塑膠碎片散落一地 部分缸架也斷成好幾截 當時正在隔壁安太醫院 搶救火警跟疏散病患的警消接貨通報 馬上冒著風雨衝出來 抬起笨重的鋼架查看 生怕車內有民眾受困 幸好只是虛禁一場 今天從早上一直到下午 光是屏東東港地區 就發布好幾波的強風特報 而且都出現十二三級以上的強風警報 因此在整個中正路相當防滑的路上 不只這座看板 包括對面也好 以及四周圍都有許多的 這個鋼架以及這個帆布 早就已經破損不堪 屏東市區從三號上午開始 不時出現十二到十三級以上強震風 東港還測得一百六十一毫米 超大時雨量 警消呼籲民眾千萬別外出 待在家以測安全 TVB新闻林一邦何一信 在屏東的採訪報道